第四組的珍珠之後呢 我們要來編一個 就是只有一側的聖筆的寶編 同時呢 這個地方 我們的上側的 這個裝飾珠跟下面的裝飾珠 我們要來稍微做一個變化 像這樣子 第一組的裝飾珠 裝飾珠是一樣 就是配色珠 裝飾珠是配色珠 但是下來這裡我們都一樣 一樣是加四米的角珠 但是在第二組的時候 我的上面的裝飾珠 變成是主色 本色的珠子 回來的時候這個下面的裝飾珠 把它換成是配色珠 就這樣子交錯 等於是兩段才加一顆 四米角珠 同時這個因為我們的配色的這個 十二零珠子 像這個是在上面的裝飾珠 那在第三組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是在下面的裝飾珠 第二組的時候 這是第一組的上側裝飾珠 下側裝飾珠 那第二組的上側裝飾珠是本色珠 下側裝飾珠是那個 十二零的日本那個配色珠 然後第三組的時候又會恢復到 上面是配色的上側的裝飾珠 下側是這個裝飾珠 是四米的角珠 就這樣子 四米角珠是只有兩段才加一次 那總共我們要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二組的這個 其實這個長度可以自己調整 看你要編幾組的單側的聖筆的寶鞭 那最後這一組回來的時候 基本上 我們不要在四米角珠的地方結束 我們要再多做一組 是上面的裝飾珠是本色的珠子 下面的裝飾珠是配色珠 那我們最後要加扣具的時候呢 加兩顆本色的十二零日本小珠 穿過扣具 再加兩顆 再回穿 要注意喔 這個不要的 這個有一側 這個是上側 上面的裝飾珠 這個是四顆一組 四顆一組 那基本上在右側來講 我們是從這裡出來 那是加兩顆本色的珠子 穿過扣具 再加兩顆 然後由這個上側的裝飾珠下來 我們回穿幾次 多補牆 這個要多補牆一下 因為這個是跟扣具結合的地方 然後最後我們再去把它線收掉 那收線的方法 跟我們編織的方法一樣 可以再利用那個裝飾珠 去做回轉的動作 好 這樣子 好 那基本上我們是四顆一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 這裡上去再下來 裝飾珠都可以做回轉的動作 好 這樣子 也可以 好 這個都可以去做回轉的動作 好 好 那這是我們做的項鍊的 嗯 第二側 第二側的第一組 這是第一側 這是第二側 第二側的第一組的這個 聖筆德寶編 雙向的聖筆德寶編的一邊 我們已經編好 我們現在再編的是第二邊 好 第二側 那這裡 一樣一開始的時候也都是加六顆 然後 回穿第三四顆 比較特殊的是在這裡 這裡本來我們要加一顆上面的裝飾珠 然後再回穿三顆 那這裡我們要共用 那這裡我們要共用 要共用 共用這一顆 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 前進那個 第一側的一顆 第一組的這個 裝飾珠 然後再回穿三顆 三顆 三顆 這裡回穿三顆 好 那記得這裡的話 也是 要 嗯 這個 下面的這一個 嗯 裝飾珠飾要共用 我們現在項鍊在編製的這個 左側的第一顆的這個 角珠 然後再回穿兩顆 然後再 回穿兩顆 這樣它才會 等於是 等於是 這樣子 那 等一下呢 我們 就是 這邊是共用的 第一組的這個 這個 呃 裝飾珠 那等一下我們要...這裡 因為我們要去跟這邊兩個要組合起來 所以我們要再毀穿的動作 那我們就共用了這一組的裝飾珠回來之後 一樣三顆再前進這個角珠 然後再毀穿到這個上面的這兩顆珠子來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動作是把這兩組 這是項鍊的左側 這是項鍊的右側 那我們要把它這兩個結合起來 光靠這顆珠子不夠 所以我們要在這裡再做一個結合的動作 那我們先...再回穿 這個是現在編的這一組的聖筆的寶鞭 那我們先回穿 一二三四五五顆 先回穿五顆 然後我們要加七顆珠子 七顆珠子 總共七顆 然後要回穿到左側的這個 前進這個左側的 第四第五 來這個四米角珠的正下方 剛好這邊三顆 這邊也三顆 左邊三顆 右邊三顆的日本小珠子 的地方 中間正中間的那兩顆珠子 好,接下來我們再回穿一顆 再加一顆 再加一顆 加一顆 加一顆珠子 再隔...剛才加的這個珠子的 再加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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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等於是前後兩顆沒有穿 那再加一顆 我等一下再說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這裡我們要反方向來 這是珠子出來的 是在左手邊的這一顆珠子 那一樣中間也是兩顆 所以我們現在要回穿這一個 四米角珠正下方的兩顆珠子 兩顆 這樣 那這樣的用意就是 我們在這個下面的這個地方 會是有一個 歪姿的那個效果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回穿幾次這個位置 然後再繼續編這一邊 這個地方可以去做回穿補牆的動作 從現在開始要特別注意 就是線不要卡到那個已經編好的那個項鍊 不然的話 你回頭要再剪都是很困難的 然後再撐扭 就先給它 先 scal 不要緊 總會說 這個地方是我們等一下要加墜子的地方 所以要留得稍微大一點點 那我们要让这个项链的这个地方有逆合动作 所以这里这一颗珠子会共用 因为我们要回到这边是密的角株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前进到这一个装饰珠的地方 才有办法回转 所以这个这里会比较麻烦 那我们就是继续前进到这一个装饰珠的位置 这是第一项链的左侧 已经完成了那一部分 再回到这个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回转 那回到这个四米角株的地方 那因为四米角株我们是共用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回转 然后再前进这个四米的角株 以及这个两颗四米角株的上面的两颗 这这个日本小株 然后再继续编制下一组 那一样都是加四颗回穿两颗 然后再加四颗 那我们现在就要继续编制 一样每一次都是加四颗日本小株 四颗 回穿两颗 加一颗装饰珠 加一颗装饰珠 回穿三颗 再前进四米的角株 然后再把这个现在在编制的这一组 翻过来前进这两颗 这两颗 这是现在在编制的这一组 那其他的你就不要管它 我把它拉好来 就这样一组一组的编 编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说明